夫妻感情破冰 曹哥与太太和好如初 这两年但凡曹哥上新闻基本不用想 一定又是酒后失态 你看上周又为这事开了一场道歉记者会 我真是宣布借酒 陆西改不掉连老婆都有要跑的趋势 为了挽回老婆的心 曹哥送上新公司就是音乐总裁宝座讨好老婆 虽然如此开幕当天夫妻俩中间还是像隔着一道墙 媒体只好出绝招 拱两人当众亲吻破冰 除了有老婆的原谅和支持 曹哥更难得让一双宝贝儿女出来见客 试用四口之家的幸福堵住悠悠之口 我签了快十年的合约 那如果不听话应该就被冷冻吧 对啊 公事公办吧 对 愚公就走着瞧 那愚师呢 愚师就你知道吗 首先念评 你要说到做到哦